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如何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正在部署的新一代隐身潜艇和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这个消息的发布时间是非常微妙的 因为美国海军的未来发展模式遭到了公开批评 国防部长埃斯珀决定亲自领导海军制定发展计划 消息来源说计划将针对2030年之后的战场 因为需要一定时间来实施航母设计开发和建造 这会影响今后几年的预算决策 任务组的研究将对海军如何设计和建造航母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国防部和海军认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急于确定未来美国海军的形态 为此国防部和海军正开展全面试验 美国海军和陆战队热衷于开发轻型航母概念 当没有重型航母可用的时候 用两机战舰搭载F-35B战斗机前往热点作战海域 在未来航母成型之前 美国海军和国防部需要在新的海军计划和造舰计划上达成一致 他们需要一起说服国会 未来美国海军需要12艘航母 11艘是不够用的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